宝马和奔驰这一次神仙打架 要知道他们在BB当中可谓是相爱相杀 而下这三款车型里面有轿车还有SUV 价格都是非常的亲民 特别是最后一款车型 一路从40万跌至13万多 不仅空间大开出去也是非常有面子 第一款宝马X1 不得不说 这款车确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商办族去入手的 尤其是这一次狂降10万之后 价格变得更是亲民的 指导价R79,800到33,800 入门及版本一红完后只需18万多就能够拿下 价格方面很有诱惑力 但是1.5T三缸机版本却不值得入手 如果你信用性比较强 那我就不多说了 个人觉得还是它的2.5T版本才是最合适的 因为入手这款车才是真正的老司机 懂车人 不仅是四缸机 动力还非常的强劲 马力能够达192 扭矩能够达280 价格一混完后只需23万多 动力操控 它都能够给到你不一样的表现 轴距近2米8 常常4米565 空间方面也是非常的宽敞 而且车内的豪华感也是不落下风 现在入手这款车确实是一个好时机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奔驰GLC 虽然这款车在外观方面不够硬派 但是它的销量却非常的好 而且内饰和动力方面更是非常拿着出手的 个人觉得要比通级别车型更好 目前官方这道价 40万6300到53万1300 综合一会能够达72万 弱门级版本现在只需33万多就能够拿下 当然了这是老款车型 而新款车型目前却没有这么大的优惠 因为新款车型改动并不大 只不过多出了一个7座 而且第三排只能够用来应急 远不大物做来的宽敞 车辆4米764 轴距近3米 腿部离前排也是能够腾出五全的气底 自驾游出去开这款车非常得合适 而且底盘方面全14区 通过性也是非常的棒 动力层面全系2.0T9AT变子箱 虽然分为高低功率 入门级版本马力也是能够达近200匹 身材油门动力也是非常的强劲 高速上面行驶更是稳如高铁 这款车之所以卖得好 就是因为它内饰豪华 空间大 动力强 看出去有面子 现在老款车型优惠力度这么大 你会心动吗 第三款奔驰A 虽然是奔驰的入门级小车 但是在市场上面是非常的受人欢迎 这完全得以它亲民的价格 官方指导价 214,800到264,800 中和约会能够达到8万1 入门级版本现在13万多只能够拿下 价格可谓是相当的便宜 只不过有很多人吐槽 这管车动力方面有点弱 因为它全系都是1.3T方向机 但就是这样它FMA高低功率 不过在我看来 入手哪个版本都是比较合适 因为它都给不了你特别强劲的动力 不过好在七档试试双离合 变得这样的加持 换点还是比较平顺的 油耗更是能够低至6个 要是非常省油 最关键的是 这管车空间大 外观年轻时尚 那张4美622 轴距2美789 非常适合小姐姐上压班待步来开 现在跌至13万多就能够拿下 别再去傻傻的考虑本田压格了 远不如这管车开出去有面子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奔驰宝马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